宋庆龄民中前的十四天,完成了两件人生中最重要的事,欣慰离世。 在近现代史上,宋庆龄无疑是一位重量级的大人物,甚至可以说,她是中国上个世纪最受人尊重的女性,连毛泽东、蒋介石、周恩来、邓小平这些顶级大人物,在她面前都毕恭毕敬。 宋庆龄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,一生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数不胜数,尤其在她临终前的十四天,完成了两件空前的大事,直到现在仍然无人能比。 这两件是空前的大事,第一件是入党,当时宋庆龄已经八十八岁高龄,是那一代领导人中入党年龄最大的,恐怕以后也不会再有。 第二件是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,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,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位。 先来看看宋庆龄的入党,其实,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宋庆龄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国际组织,成为世界共产党。 廖城志曾回忆说,在1933年5月的一天,宋庆龄曾明确地告诉她,自己已经是共产国际的人了。 当然,因宋庆龄的特殊身份,这个秘密一直没有公开,而且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,就更没有必要公开了。 新中国成立后,宋庆龄被邀请北上,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,成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,她也数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比如1952年10月,宋庆龄曾给毛主席写信,提出入党申请,但毛主席回复说, 你的政治上完全构格,在革命战争的岁月,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,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,有些是我们做不好,你做何事? 我在党内说了,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,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,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,你的作用比理计深,神老还要大,所以还是留在党安好。 到了1957年4月,刘少奇跟夫人王光美一起去看望宋庆龄,宋庆龄再次提出入党的要求,刘少奇表示了欢迎,说这是一件大事,还要回去跟毛主席,周总理商量一下。 几天后,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去了宋庆龄家,很抱歉地说,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,从现在的情况看,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还更大些,你虽然没有入党,但我们党的一切大事,我们都会随时告诉你,你都可以参与。 之后,廖成志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琼来到宋庆龄的家里,向宋庆龄通知了他正式成为中共共产党的决定。 此时的宋庆龄,已经是88岁高龄,创下了一个空前的记录,再来看看宋庆龄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。 早在新中国成立时,宋庆龄就是第一届副主席,在六位副主席中排名第三,亲赐于朱德、刘少奇。 在1959年第三届选举中,宋庆龄再次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,当时的副主席只有两人,另一人是董毕武。 所以,宋庆龄在新中国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,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时间也是最长的。 因此,为了表彰他的特殊贡献,在决定他入党的第二天,即5月16日下午,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,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。 这个称号,直到今天仍然是唯一的一次,是宋庆龄专有的称号。 1981年5月29日,宋庆龄于是长死,在他临终前的十四天,相继完成了两件空前的大事,恐怕以后也不会再有了。